盛規先生,大家好 我今天是來聆聽徐教授的這個演講 我大致了解,也許我沒有聽清楚 大致了解,大譜事件這個情況 但是呢,聽了這個徐教授的這個演講之後 好像他要,我不太了解他要需求什麼 他是要需求說,這個大譜事件很公平很合理很怎麼樣 是不是這樣? 這樣的話,他是不是有意識要這個改正這個大譜事件 怎麼樣改進,這個我就沒有聽不出來 那麼這個是不是,他的意思是不是 我只要解決這個個案問題,還是通案問題 我也聽不出來 因為他只有解決大譜事件這個問題 還是整個解決啊 七段徵收,整個徵收的問題 我沒有聽出來 這個很厲害,也許你講啦 我沒有聽出來 那我的個人的意見是這樣 那麼他是研究地震問題,土地問題的 那研究土地問題,他當過戲子類 他都沒辦法解決我們這個土地問題 那麼一般老百姓有沒有辦法解決土地問題呢? 那這個土地問題的解決是更嚴重了 他這個專家都沒辦法解決了 一般老百姓要責辦,對不對?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了 所以呢,我在這裡要呼籲大家要考慮一些問題 比如說,我們要考慮政府 政府是什麼?國家是什麼? 國家跟政府是不是相同? 國真的不相同?國家是上位的 政府啦,也可以民進黨也可以指制政 國民黨也可以指制政府 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全不對的 不一定合乎國家的需求 那國家的需求是在哪裡?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七段徵收 七段徵收 是不是,七段徵收 這個大普事件,這個不合理 或者七段徵收,整個不合理 我也不太清楚啦 我也不太清楚 假如說,整個七段徵收 不合理的話 你這個解決這個大普事件 有什麼用呢? 這個勾案解決啦 後面還是問題一大堆的 所以問題不是那麼簡單 我想啦,我想啦 因為這個 唐江後來退前來 我們這個已經退休了 沒有話說了 還在這個,應該要加倍努力 這個 這個 七段徵收 本身有沒有問題呢? 有沒有問題? 假如有問題的話 不是大普的問題 七段徵收 本身有問題 本來啊 這個土地所有權啊 本來 羅馬法系的話 它是神聖不可欺望的 不可欺望的 是 這個 天上天下 唯有獨自的一種想法 但是呢 這是羅馬法系的 熱爾曼法系的話 就不是一樣 它來一個 它來一個 羅馬法系說 社會所有權 沒有土地所有權 土地所有權 之下沒有其他土地所有權 那麼這個 熱爾曼法系的話 它是不一樣 它來一個 社會的所有權 人民的所有 個人的所有權 還有社會的所有權 社會的所有權 所有權 所有權 鐵 之上 可以有另外一個所有權 社會所有權 所以呢 這個社會所有權 優先於個人所有權 那麼就可以 爭縮人民的土地啊 這個爭縮人民的土地 不是亂來的 比如說 你可以火定這個 羅馬法系是不能火定這個 個別人 土地所有權 熱爾曼法系可以的 怎麼說可以呢 最簡單的 大戰的時候 不管你怎麼樣 我這一塊土地 我要這一塊土地 我要這一塊土地 這個 這個 求頭保 我必要這個戰地 不管這個賠償不賠償 它是深用在 在講 這個是社會的所有權 我們這個大埔的這個 這個 這一抽出是這麼緊急嗎 我不知道 但是呢 今天的這個演講啊 我們有聽出來 是個案不好 還是整個不好 怎麼改進 這個我都沒有聽出來 我是這個 這個 將來還是這個 期待 你們年輕的 這個努力 好不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區段徵收 要把它廢掉 我們不希望台灣 繼續有區段徵收 你要徵收 你就採取一般徵收 不要在那邊 模模糊糊 到底徵收 或是開發 徵收就是徵收 這一點跟老師報告 非常關鍵 那為什麼這麼講 我也來跟各位講 我們這個政府啊 其實對人民是有差別待遇的 我們其實區段徵收 其實只是把地價低的 變成地價高的 其實很簡單 就是這個邏輯 然後我們說使用成付費 必須要回饋 基本上邏輯是這個樣子 很簡單的 不難的 那我問各位啊 我們都市計畫區裡面 有很多老舊工業區 一樣的 它一樣也是從地價高的 新店育農場 亞東醫院 遠東工業區 新北市一堆 然後都老舊工業區 我在新北市擔任的委員 看了很多這種個案 都是老舊工業區 把它變成非常地價高的 一個土地使用類比 然後後來我們再往外 去徵收農民的地理 來當公業區 各位有看到這個問題嗎 另外一個 我們這些老舊工業區 我們有採取區段徵收嗎 為什麼農民 它只是變更 一樣的邏輯 一樣都是 英文這個叫做 down roaming down roaming 然後把它升高叫做 up roaming 就是美國在使用的 所謂的開發許可是 down roaming and up roaming 這個邏輯其實很簡單 老舊工業區也一樣 老舊工業區我們怎麼對待 我們營建組特別訂一個什麼 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 各位有特別注意到這個規範嗎 這個規範就充分展現出開發許可的精神 由新辦工業人 由工廠組 你自己擁有主動權 你自己要提出申請 然後呢 來跟政府進行協議協商 到底要回饋要多少 好不好 我們這個 對於工業區 我們採取這種方法 對於農地 我們採取區段徵收 然後我們說 你的最多價格 我們說40% 但40%其實也是騙人 我們農民一直都以為說40%土地 其實根本不是40%土地 它是一個土地的價值 像權力變換一樣 把它變成我為的40% 其實各位小朋友 這些抗爭的支援戶 都第一次被抗爭 第一次被徵收 沒有 在新竹埔育計畫 很多都是第三次被徵收 我們把機會說 講得非常非常的好 但其實新竹埔育計畫 就在高鐵車站附近 很多都是第三次被徵收 因為他們已經被騙 騙得非常的 非常的淒慘 非常淒慘 所以他們現在很堅定 一定要抗爭 所以回到老四高的問題 不好意思 我剛剛沒有特別報告 我們認為區段徵收 要廢掉 我們絕對不認為 這是熱亂的問題 你看淡海 新市政第一期 440% 現在開發不到40% 他現在馬上第二期 第二期多少 1165 然後機場捷運A7 他徵收多少公頃 他徵收236公頃 他在選拳說要蓋核移住宅 他用多少公頃來蓋核移住宅 你聽了你會吐血 只有10公頃 徵收236 只有10公頃 用來蓋核移住宅 這個重 這個重 可以這樣欺騙嗎 那對外 現在淡海 新市政第二期又要開發 營建組 新市政 那個小組 他對外怎麼講 他說 為了解決民國79年 無可過流的問題 我聽了真想石頭要砸過去 你還好意思講 民國79年 現在民國幾年 現在不是民國80年 現在是民國102年 他現在一直對外講 都是為了要解決住宅的問題 79年的問題 我們可以這麼做嗎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區段徵收 其實是通案的問題 通案的問題 我覺得區段徵收應該廢掉 我個人的主張 應該要學工業區一樣 另外再定一個 有關農業區 檢討 變更審議規範 應該對人民應該要理解 我的看法是如此 另外 老師剛剛也提到一點很重要 外面有很多人在批評我說 我對財產權保障太嚴格了 我說不是 我說不是 我只希望把農民的財產權的保障 拉到跟都市裡面的這些建商的財產保障 我只要求這一點而已 因為各位知道嗎 我們的建商 有多少獎勵容積 有多少免期容積 有多少移轉容積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法定容積 所謂的480或540 那都是騙人的 實際上都應該到1100 1200 新北市竟然要蓋到大概1600 我們實際上看的文書都是騙人的 比方說我們容積率只有440 500多 那實際上容積率都是1000多 立夏市越挖越深 本來三層 現在四層 現在五層 現在有一些地方現在挖到六層 我真希望它挖到18層 直接到那個地方去 那好像都蓋到上面都蓋三十幾層 新北市富都千人多都是這樣子 我們對於都市裡面這些 你看我們給他們的產權保障得多好 我們給他們多少的獎勵 我只希望對農民相同共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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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谢谢大家